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妄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我是Mao又好 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妄向正向沙爛器 點讚、分享和訂閱,希望留得見設勝的留言 今節我們就講講西方世界繼續有大量的 抗爭者出來 就是反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 因為以色列就說要推進拉法 拉法有100萬人住 他們每一次地面行動都是 很多冤魂出來 好像美國,原來在加州三藩市 亦都是大量人士抗議以色列對加沙的行動 示威者也聚集在三藩市 大聲叫口號,舉著巴勒斯坦國旗和 banner 走向市場街 另外紐約也有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動 在大都會藝術館 這個大都會藝術館 會見到真子公主嗎? 她在那裏做工 應該不會觸碰她 應該不會觸碰她 原來在他們的台街上舉起巴勒斯坦的旗幟 譴責以色列對加沙的行動 不過 西方國家當中 搞得最嚴重的就是澳洲 澳洲有幾件事 甚至 跟警方 動手 原來澳洲 在色列 Port Botany 是什麼事呢? 原來就是舉行了一個大型集會 抗議一艘以色列的航運公司的一艘船是射貨的 大量警察 在現場 戒備 但是跟抗爭者 發生了 這個澳洲回體稱為大混戰 發生了嚴重衝突 19人被捕 幾十名抗爭者 他們就在 近港口的路上 在港口 的裝飾碼頭 手舉著巴勒斯坦的國旗 也說 巴勒斯坦 加油之類的 也說巴勒斯坦獨立 其實 這也是 自從上週末以來 第三場的大型抗爭 我們也有的 我現在去市區那些人的車 都是掛了巴勒斯坦國旗的 有些人開篷車 都是掛了上去 當然應該是不行的 應該交通規則是這樣的 其他兩場 分別在內西區 原來 這也很糟糕 因為有一位 英國人來了 但這位英國人 相當 惹火 原來 就是一位英國的作家 Douglas Murray 杜格拉斯梅禮 這個我翻譯用廣東話口譯 原來有一群親巴人士在Newtown 在三天外面 抗爭 原來這位阿哥 被認為是絕對親耳的人 絕對親耳 他是英國人 當然他一出來 很多人 不想他來澳洲 但他來了 都很厲害 剛才也有防暴隊 保護這位阿哥 也是有防暴隊 原來現場時不時傳出了解放巴勒斯坦 很糟糕 有人居然敢這樣說 甚麼 記得當時有一位 美國巴勒斯坦籍的 巴勒斯坦裔議員 被人趕出國會 他就說了一句 從河流到海 就是這個 我也知道 這是一個恐怖 他就說 撐哈馬斯 其實不是 他只是說 這是巴勒斯坦會獲得自由 但是不行 你知道西方世界這些是政治不正確的 所以你說甚麼民主自由那些東西 看看你合不合那些當權者 或者跟那些 朋友不朋友 要求停戰 這個我覺得是 沒問題的 劇院幾名保安就說 抗徑者越來越多 下午1點到2點之間陸續到達 現場也是大量的警察 後來除了普通警員之外 街對面 也有 防暴警 當然 那個應該沒有人被捕 也沒有人 進去騷擾那個是英國人 但是他在外面有很多群眾壓力 報道也說路過的司機 原來是大量人 支持他們 大量人 在安 去支持這班抗爭者 原來 有一位人士接受媒體訪問時 抗爭者 原來也有跟這位 杜格拉斯梅里的支持者發生 是語言衝突 警方就是分開他們 這些抗爭者 就是 要抵制這個theater 抵制這個劇院 更加是 反腐權主義 關什麼事 不關事 當然 後來就說 這個劇院可恥 澳洲政府可恥 原來這位梅里 究竟他什麼事呢 他曾經寫過一本書 寫過兩本 知名的書籍 他就是 和這個澳大利廣播公司的前主持 在這個劇院 做一個對談的談談 上個月 他是 一位自稱 左翼 人士 要求 聯署 要求梅里 要求劇院不讓梅里 出席這個對談 只有1800人 當然梅里也說 無論他去哪裏演講 都會遭到有組織的抗議 他也挺老實的 因為我支持你 他說的不是我說的 所以令他們很生氣 Go crazy 但是 他說我不在乎 我不會為我的 這個觀點道歉 也不會說你這個人是壞格的 他扣帽子 他就說 這些人站在以色列 那些 是反 以色列 就是反哈馬斯 所以我是不會道歉的 當然 他就說不會為站在以色列一邊反對哈馬斯 而道歉 但是 你扣帽子 又說別人是否撐哈馬斯 頂你 這樣就不可以 是嗎 當然 現在 說回碼頭那件事 也挺嚴重的 除了抗議梅里之外 碼頭這件事就更厲害 原來那句話 就是從河流到海洋 當然 澳洲就好一點 在美國說這句話就更嚴重了 澳洲的種族人不算多 勢力和實力都差不多 沒有在美國那麼強 但是 這次政客 是有去的 包括 綠黨 左翼的副黨夫也是參議員 Farucci 其實他也有參加這次抗爭 在場演講 他也讚揚了示威者的團結 更加抨擊 到場的警方和新蘭威爾士州政府嚴厲的法規 說真的 公道一點說 澳洲也不算是嚴厲法規 英國更加瘋 英國 直接不死 以前 被人炒 你說他炒 自己下台什麼也好 帕菲文說 你舉期也有機會被人抓 當有群眾發出震震歡呼聲 之後他就說警方開始 這些戰術想嚇我們 後來在他評擊之下 他也擔心他越來越激動 所以那些人 也是有一點激動 之後 示威者沿著一條路向港口 入口前進 被一排警察擋住了 他繼續高呼 之後九點半 一名警察就拿著 帶身攻 向示威者 不可以再向前行 如果不 你們就會被捕 好了 作為應對 他們 就倒路了 立刻坐在地下 或者有些像香港 有些人躺在 繼續哭口 當然 他們躺走 躺街 抬走你 示威者和警方發生大型衝突 和平 抗議很快就變了樣 10點的時候 警方當然 驅散 請人吃棍 驅散人群 無份示威者就尖叫 就是被人抬走 警方 也將一些人抬走 控制 也將抗議者推翻 後來 動手就有 亦有人受傷 亦有十幾二十人被捕 但是 算可控 也算可控 不算很厲害 不算有什麼衝突 有的 但是少 那些是少一點 另外 澳洲政府有件事 被人批評是沒有人性 OL人性是甚麼事呢 多位逃離加沙巴勒斯坦人 去澳洲 途中被告知 簽證被取消 而且聯邦政府 應該取消 究竟是甚麼事呢 原來聯邦政府 也面臨著很多人的批評 不少來自巴勒斯坦的父女和兒童 獲得了簽證 但是前往澳洲途中 他們說不行 你們簽證被取消了 巴勒斯坦 這真的不知道為甚麼 原來我們看看他們的組織怎麼說 澳洲有巴勒斯坦 救濟及行動組織 澳洲分支 他們的主任 阿巴斯 就說最近幾天 最少有 九名巴勒斯坦人 簽證被取消其中一位二十多歲的男子 阿巴斯就說 這位男子 從埃及開羅打算去澳洲 結果在伊斯坦布爾 即是土耳其轉機的時候 不知道為甚麼 別人告訴他 簽證被取消了 而且埃及拒絕讓他入境 之後 他困在土耳其的無人區 他亦說 他持授權的澳洲簽證 本來以為一齊正常 但是他從來未試過這樣 現在他失去了澳洲簽證 沒有辦法回到埃及 澳洲的家人 現在在恐慌中找這些 在巴人組織求助 這位阿巴斯就說 自從 10月7日之後 他的組織已經幫助了幾十名巴勒斯坦人來澳洲 但是上星期 事情發生變化 澳洲政府就陸續取消這些巴人的簽證 這種狀況每天都有發生 但是他們 沒有說明為甚麼 亦沒有說發生甚麼事 內政部 一直告訴他簽人 不好意思 你們簽證已被取消 內政部認為他們可能 希望簽證到期後繼續去澳洲 另外你知道 右翼其實是很撐意的 當然 最搞笑的是 這次右翼 看到有機會 現在這個政府 反對黨的領袖達頓 就說你這樣不行 沒有這樣的先例 有人在空中突然被人 坐飛機下地才知道 被取消簽證並且被遣返 非常糟糕 達頓也說 即使政府接受來自 加沙的簽證申請人應該非常緊散 認為我們沒有辦法確定旅行證件身份和隸屬關係的情況下 將人從戰區帶進澳洲不是個好主義 也不符合我們國家利益 當然什麼都錯他了 但是 這個總理怎麼說呢 他就說我們 不針對個別案例去說 我理解這些 對於這些家庭來說是非常困難的情況 這些決定是基於個人 信息的基礎上做出來的 澳洲政府之前曾經指責反對黨製造恐慌 反對黨對於處理 巴人簽證的速度 他也說很慢 以前他就製造恐慌 為何你這麼慢 人家很慘 這個也很好笑 這個許智峰的好朋友 當然我覺得他是壞人 他經常說 那麼的確 那麼未信 那麼澳洲 中國製造的 叫做 起重機 那人就是James Patterson 他是壞人 因為他 許智峰是個好人 坦白說 你說他好人 我就很簡單 覺得你是壞人 你這樣也說他是好人 起碼是他的背信 棄異人 許智峰 你看看 獄中的胡志偉和仁剛 很可憐 這位是可憐的 而且他很前資 這個胡桃志偉真是很糊塗 阿瘋仔走了 我覺得他不是假裝 他走了 其實真是可憐 原來 James Patterson說 事實證明 我們沒有製造恐慌 可能他們沒有進行必要檢查 原來遲這個 訪客簽證 Visa 600 允許臨時入境最長逗留12個月 內政部上個星期 上個月也說 自從以巴衝突以來 已經向巴人發了2000份的簽證 12份以來已經334人到了澳洲 另外綠黨的參議員 Mike McKean 他也呼籲恢復被取消簽證的人的簽證 取消那些逃離惡劣條件的人的簽證缺乏人道精神 造成不必要的 同意 其實你起碼跟別人說 你懷疑他是極端有 你說他又不說 現在 這個就是有爭拗點 人家說要處理 水深火 但他也算是幾十個 一個半個列 你就可以說是獨立事件 但是你幾十個的話 你真的要解釋 部長也應該是 看看發生什麼事 內政部長 Claire O'Neill 他就說 所有簽證申請人 都要接受安全檢查 並且接受 持續的安全評估 如果有變的話 澳洲是保留 取消他們的簽證權利 那究竟是什麼事 他主要就是 究竟是什麼 整個有說過什麼原因 沒有,他只是說廢話 其實澳洲政府 衡量是不是 加入加拿大和瑞典的行列 恢復向巴勒斯坦 機構的 提供資金 其實他恢復了 現在取消簽證 引來了一場風波 其實現在很多人權組織都 射擊澳洲政府 說現在巴勒斯坦 的人士 要逃離加沙 要避免滅絕 並且到澳洲尋求 在安全的過程當中 居然被人剝奪了 他簽證的權利 人權 法中心的 這位 法律主任 他就說 取消 已經頒發的簽證 並且通過 安全審查的 簽證決定 純粹是基於政府對國內政治的關注 完全無視巴人的安全 當然現在 差不多三萬二千人是沒有了 所以人家說他沒有人性 我真心覺得是需要檢討一下 你也要跟人家說究竟他是甚麼 你懷疑哈馬斯他又擔心 你知道其實現在工黨政府 中間偏左 你知道中間偏左的人 看上去就是撐巴比較多 如果這事是左交的話 我就承認 劉細良說 左交 左交 我承認 如果你這樣說 沒問題 是的 我們是 學中國雅雅雅 暫在正義那方 如果你覺得每天那麼多人 被人拉低都叫正義 我真的沒話說 對不起 你看著的 大哥 你看著有萬多到兩萬 現在三萬 你看著 你還說是 正義的話 我真的對你人格 是有一個相當大的懷疑 當然劉細良人格是怎樣 大家都清楚 另外 我們總理也是 被人圍堵 發生甚麼事 甚麼事 原來他 早兩個星期去了達爾文一間餐廳 澳洲有多少人撐巴 澳洲也有很多穆斯林 亦遭受親巴人士的抗議 圍堵還有漫罵 視頻也說他離開餐廳 結果有人手持著巴勒斯坦國旗指責他 澳洲政府支持 那一位男子更加大聲地說 不支持 你現在勒低的是 小朋友和 這個是婦女 與此同時 另一位女子就要求 澳洲呼籲加沙地帶實現停止 剛剛聯合國也過了 過了對於以色列來說也是自我放飛的 因為他們不得覺得聯合國 不是他喜歡的幾個組織 原來我們總理也被人問候他 這段影片放在某個媒體的IG上 其實不少人對抗爭者 同情 亦有人說抗爭者做得好 真正的總理 你看看他 怎可以這樣 亦有人說是Legend 不要令他 可以逃走 當然總理 對發生時有些錯手不及 他臉上也挺尷尬的 挺尷尬的 當然還有人也說他們不會原諒 澳洲 政府對巴勒斯泰人這樣做 亦都說 你感到羞恥 這樣說 你要知道 說他那些人 跟美國一樣 看起來就不像是某宗教人士 是普通的白人 最搞笑的是佩洛西 連非裔人士都說 中國 回中國 我習慣到 沒有 幸好我們總理沒有叫這些抗爭的白人 回中國 我肚生肚長 你最多都叫我回英國 澳洲多數是英裔和愛爾蘭裔人 之前 你最多叫我回大英 西婆、悶怒都是想著中國 那些 那些 前意識裏全部充滿著那些 所以衝口而出就是說那些 中和 總理後來已經譴責了哈馬斯 並且呼籲 是 西方人 以及 實現可持續的停戰 現在新的詞句 就是 可持續的和平 不是永久 他們也是不敢說一句 譴責 特意識裏的軍事行動 西方沒有這樣的勇氣 沒有這樣的勇氣 亦都呼籲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 後來他就恢復了 對近巴 救濟署的 援助 亦都說我們繼續表明 太多無辜的生命勢序 無論是異議人還是巴人 很明顯巴人就多很多倍了 這就是我們立場 國際社會在這方面發揮作用 說真的 這個我也不相信 雖然我們工黨支持者 但我也是不相信 另外 這個 上星期也是關於巴勒斯坦的 原來 有抗爭者 真的是 大罵我們的一個 州立法會 警察也是出黨結束了一場 反對戰爭的抗爭活動 這場抗爭活動也導致新南威士州的 議會是短暫關閉的 原來一群 不是很多 這是親巴的人士 因為在提問時間打斷議程的高下 歐洲可恥 Chris Meens Chris Meens 新南威士州的州長 可恥 被趕出 這是公眾籍的 所以 之前西方也是商標 為什麼 那些人在立法會戒劫不行 不可以表達訴求 你現在不一樣趕他走 是不是 不一樣趕他走 當然也有人 三字經去罵他 即是粗口招呼這個州長 也有人說 存在直接威脅 而現在直接威脅 就是 軍事行動對巴人的威脅 議長 Great People 也是命令那些人離開公眾籍 但是他們不肯 之後就調了 新南威士州警方的特警隊 將他拒絕 因為他在議會中 有些是普通警察不能進去的 是嗎 另外 這位綠黨議員 這個應該是唐人名 Janny Leung 其實也在他的社交媒體說 關閉議會 向這些抗爭者表示 祝賀關了很少一段時間 聲援 今天也令到 新南威士州 這個議會關了這段時間 他就說 州長和所有議員 不要對嘟嘟滅絕事而不見 幾百萬人捱我 這個聯合國說的 也不是他作出來聯合國說的 當領導人不採取行動時 直接傾聽 我們的聲音 其實這個議會只是關了五分鐘 因為他肯定趕你走 好 今次事務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